来关心一下疫情最新的发展 那到1月4号觉得身体不舒服 所以就报告医院 然后裁检确诊 那839是护理师 不过呢 他们基本上在判定上 应该不是在工作上面的染疫 应该是他们算是密切的接触者 疫情指挥官陈时东部长 昨天下午两点召开 记者会正式对国人宣布了 昨天相当的意外 有点不幸 我们之后增加了两例的本土 相关的新闻内容发展 我用手版跟大家做个快速的报告 跟说明首例医师确诊武汉肺炎 那护理师的女朋友 就是医师的女朋友 也不幸也染病了 陈时东部长说 这个家医院有分舱分流 进行非常严格的 这个所谓公卫的一些防疫的管制 所以不会走到封院的这个步骤 所以请大家放心 那目前在很多自媒体上面的一些相关 听起来有点耸动的言论 应该稍微要节制一点 好那总统这个昨天也透过 自媒体的方式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针对838 839的本土案例 三个一定 蔡总统说要拜托大家 第一个一定 千万不要惊慌 我昨天看到很多 他说快要来买口罩 口罩不用紧去买 保证供应量非常充分 但是那些所谓防疫的好习惯 才是真的要落实的 那第二个一定是 一定要支持医护人员 过多的苛责于事无补 我们的专业体系 已经对必要的漏洞 已经立刻采取相关的补救的措施 所以请大家不要惊慌 也不要刻意去抓什么战犯 像昨天脸书还有人说 医生跟他的护理师 说他们点点点点点 那个形容词都非常的不好听 真的要适可而止 那第三个总统 拜托大家一定要落实防疫措施 相信专业团结克服疫情的挑战 那昨天这个卫护部 也发出了一个 简单的手板式的新闻 他说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说不是隐医疫情 也不是延迟通报 正确流程是经过两次的裁剪 且完成初步的疫调 才能对外公布 程序一定按照规定 我自己的群组里面 有三个台大工卫系的教授 里面有两位 也是我们疫情指挥中心里面的经常性顾问 我昨天问他 这有做到位 保证到位 而且第一线医护人员 暴露在高风险的环境下 经常有体液喷溅的状况 比如插管的时候 拓液等等这些喷溅 所以他的本身的防卫措施 很难做到 滴水不漏 所以我们希望他做到滴水不漏 但是容许的误差值 我们应该在科学 以及人性的范围里面 要给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必要的尊重跟鼓励 他说希望大家能为 不幸感染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以鼓励支持代替恐慌 跟不必要的批评 相关国际的疫情 还是要用威胁性的语言 提醒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英国单日1243 例并没 这个并为 警方将加强取缔违法者 如果违规的话要逮捕 而且呛瞎说你等着吃罚单 英国疫情真的是失控 我以前英国的同事 讲到Boris Johnson 的确这个英文很好 都是不能讲出来要消音的 都直接 真的把国家的经济 国家的民心的安定性 都彻底的崩溃了 台湾绝对已经防疫进入 关键的九局下半局 任何一球 任何一个打息 通通皮要绷紧 通通要关注了 医疗频临崩溃 马来西亚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不紧进入紧急状态 虽然还没有到实施宵禁的地步 但将冻结国会与全国的选举 以遏止疫情的扩散 连正常政治活动都受到牵连 那日本这个亚洲的模范生 除了当初的我们讲的东京都 所谓一都旁边的三线之外 现在连大阪京都府 宾库县 艾滋齐部等五府县 也通通要进入紧急状况 OK好 那甚至日本花了大把银两 已经延迟一年的 2020的东京奥运会 目前最新状态的时候 可能还要再延 甚至高达80%的民众认为 东京奥运干脆你取消吧 你看这个国家花了多少的心血 彻底被疫情打败了 钱花了就算 人民健康的损失 更是没有办法弥补 台湾务必要提高警觉 再一次啰嗦一下 这个已经进入秋冬专案 进入这八个地方 请务必戴口罩 请洗手 过去有一张开玩笑的手版 说2019年像这样的大哥 就躺在那里叫做没有出席的废物 但是2020可能变成优良的公民 是不需要做到这样子的 但是没有必要的两栋 请大家都配合什么 移动跟互动 别没带没带来我们家泡茶 我找到你们家去怎么样 那那个互动的话 要保持所谓安全的社交距离 以上 罗里巴说请大家务必配合 我们常讲荷兰小孩 Dutch boy 对不对 这个苦难的国家 土地地域海平片的国家 对不对 小朋友看到海提 那个挡住全民安全的海提 一个小漏洞 他义无反顾拿出小手指 把他堵住 希望这个关键时刻 每个台湾人拿出我们的这个小手指 大拇指小手指都好 对不对 学那个荷兰小孩 把那个可能的小漏洞 一起把他堵住 这样好不好 OK我不要再啰嗦了 回到今天现场四位有三位女生 一位男生 上次国民党是来个四个臭男生 臭男生因为女权高涨 我每天讲说 请女孩们对我们男孩子高抬贵手 好 模式大概接近一点 不然说你比较民进党 你比较民党 好前面有个小手板白板 笔准备好 OK困难的题目来了 OK好 让你最骄傲的民进党是什么 反之让你最感到惭愧的民进党又是什么 上次四位国民党年轻人朋友都打说 很多人打说他们的政党 因为当初年轻人的抛头颅撒热血 可是现在变成是年轻人背离的政党 所以他的光荣是年轻人的政党 但是他的悲哀也是年轻人离开的一个政党 佩芬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让你最感到骄傲的民进党是什么 写说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我觉得最骄傲的就是革命进党真的是很支持年轻人 因为今天你找的就是都是年轻人出来 然后我还蛮荣幸的跟三位未来的议员同台 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要选议员 所以你上次是直接挑战立委 那我上一次直接挑战立委 那我在上一次挑战立委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组成一个台湾派对 那包括说我啊 吴怡农啊 赖品渝啊 都是这个台湾派对的成员 那当然剩下品渝就选上了 然后我跟延龙就落选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在这之前都没有任何的选举经验 像我自己我是连辅选都没有辅选过 第一次就跳出来就选立委 我觉得民进党这一点是真的是 给年轻人机会 对真的是给年轻素人 然后像我没有政治背景 没有政治的这种世家背景的人 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敢启用年轻人 很敢听年轻人的声音 那民进党为什么让你觉得有点惭愧的 说惭愧好像怪怪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遇到的一个 困境是说小英总统现在是大于民进党 就是说很多我们的很多辣台派 很多的英粉 他们对小英总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但讲到民进党的时候 他们是会有一点迟疑的 对 蔡总统的光芒大过于民进党的 所谓群众基础 你认为这个部分 不要说用惭愧 是认为说民党有必须要 也要连速去面对加强 好那这个孟华呢 你要去接高嘉瑜 那个留下的位置 好接吗 高嘉瑜很刁砖的一个同学 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 因为刚刚就跟佩芬 所说的一样 其实民进党真的是给年轻人 就是发挥的政党 让你最教授 给年轻人机会的政党 如果真的是有机会的话 我是不会排斥就是任何的挑战 那我也觉得说其实民进党另外一个 我觉得值得骄傲的地方是 其实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政党 很多的多元价值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非常的接纳 那我们也非常的 不管是民主自由 人权的价值 我们也都非常的坚持 这个其实从民进党创当以来 都是一直是民进党非常重视的价值 一个多元兼容的一个价值体系 那是让你最骄傲的民进党 那么有没有 不好意思不要 不要在意我的羞耻 惭愧 因为那天我讲国民党是有惭愧 有没有觉得民进党要稍微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 因为我现在在台北市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那其实真的有注意到一个状况 是我们的基层组织 开始渐渐有点老化的状况 所以就跟刚刚可能发言有说 我们的其实小英 可能鹰派是大于民进党的这个状况 然后很多年轻支持者们 其实在上次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小英 获得了817万票 很多年轻人那时候选择支持就是蔡英文总统 支持民进党 不过在基层组织方面 我们看到很多可能都是从 例如说阿扁选市长那个时代 可能加入到民进党 可能就是反而是这种世代的就是阿伯们 他们其实是最热衷的在支持民进党 可是在组织上 他们也非常的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年轻人 在总统大选 虽然蔡英文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支持 可是你发觉民进党的基层组织 反而缺少年轻人的加入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民进党开始修改了 就党内的内规 然后希望就是入党可以更加的简化 然后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吴英文 也即将来成为就是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当然他还要经过就是投票的这个民主的规则 当然希望说如果所有的民进党员呢 能够支持英文的话 或支持民进党的话 能够出来就投下这一票 虽然同额竞选 但还是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就是给年轻人一个很大的鼓励 是好他也发表了对民进党的骄傲 以及某种程度需要改进面向的一个观照 来这个贤位不好意思 你们很多的第一次碰面 这名字要看一下其类协会来听听你的意见 民进党让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文教哥谢谢 其实因为民进党它的创党 它就一路走来 就是反对我们传统的国民党一党独大 我们是反威权反极权 所以我觉得最让我骄傲的是 民进党它始终是守护我们的民主自由 跟人权的这个价值 那当然残规这个词太重了 但我确实觉得说我们民进党在执政上 是有一些包袱需要去克服的 例如说因为我们之前 长期的是在野党 那像相同的议题 包括这一次的萊猪的事件 我们当时在在野的时候 我们坚实捍卫的这个价值 现在变成是很多我们这些泛男的朋友 拿来攻击我们的一些延迟 那当然我们有也要自我警示说 到底我们这一套的标准 是不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那我觉得也是需要再去多 跟社会大众做沟通 让他知道说我们在野的时候 反对的价值 跟我们现在执政要守护的价值 是一致的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OK 所以在野奉行的价值 到执政之后 是否能够延续这个价值体系 一路很清楚的坚定的走下去 这个地方有必要再做一些 新的检视跟反省 好 延奉你的意见 是 我觉得我对民进党 比较骄傲的地方 就是我们民进党 其实一路走来 都是以我们台湾优先 跟人民优先 这个理念为主 那因为其实在这两年 其实香港也发生了这个 就是反送中的这个事件 然后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时间点 也凸显了我们民进党 跟其他像国民党 这个政党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坚守住 就是要维持我们台湾 这个主权自由 然后在国际上面能够发挥的这个角色 这样子 对 然后如果说 我认为民进党可能在未来 可能有一些就是隐忧的话 就是也像刚刚几位 我们的来宾讲到的 就是说有许多的议题 包含就是小英总统在第一任 其实他有针对比如说年金的部分 来做改革 那也确实当时呢 有引起了一些反弹的声音 那他在第二任当中的执政 也台湾有很多需要在改革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劳保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说现在有 比如说在讨论国土计划法的实施了之后 每一个县市对于他的领域 他到底要的定位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也会造成我们台湾内部 可能在各个县市当中 需要有很多必须要去沟通协调的事情 那我觉得在陆续这些议题上面 我们民进党党内 要怎么取得一个平衡 然后有好的沟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思考的事 是 也说第二轮的执政 我常讲说第一轮的执政 平常做一个改革型的政党 第一轮执政是带菜刀上阵 倒下去这样就对了 但是这个要付出代价 我们民党当初我们也讨论过很多 那第二轮执政之后就要换上什么 精雕细琢的手术刀 要慢慢雕刻 慢慢雕 把细致度 把各个地方的城乡差距 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差距 要透过手上再把精致的雕刻刀 手术刀把它完美的雕刻出来 可是大家都很清楚 民进党不同的执政的年代 所面临不同的人民的期待 以及来自于民间的挑战 为了要证明的问题 对于旅行的地区 是否依然可以尽自己的 不同的人民的方法 是否依然有多数人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是否依然有多少